上一回的末尾 黛玉把手帕甩到了宝玉脸上 打中了正在发呆的宝玉的眼睛 让宝玉吓了一跳 问是谁 黛玉摇着头笑着说 是自己失手了 只是因为要给宝钗笔画 怎么看呆燕 宝玉揉了揉眼睛 想要说什么 但是又不好说 什么是黛玉嘴里的呆燕呢 显然这是比喻宝玉的 呆就是说宝玉现在正在发呆 而黛玉用燕来比喻宝玉 这跟我们之前说的 宝玉跟燕子跟鸟魂的关系 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呢 这个燕是有千锡习惯的鸟 飞到远处很久就回不来 这里其实也有隐喻的作用 另外 欲言又止的宝玉想说什么呢 因为书里书他认为不好说 所以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跟黛玉解释 自己为什么发呆 但是很明显 真实情况是不好说给黛玉听的 所以呢 他最终什么都没说 这个时候 凤姐来了 给大家说 按照元春的要求 从初一开始 要在清虚观打叫 还邀请宝代差等人一起去看戏 宝差听了笑着说 算了 天太热 自己什么戏都看过 就不参加了 但凤姐却说 清虚观凉快 因为两边都有楼 只要提前几天 把那里的道士赶走 把楼打扫干净 挂起帘子 不放闲人进去就好了 从上面的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 第一 宝差是看了很多戏的 所以他认为 没什么新鲜的戏没看过 这也对应了之前 宝差说 宝玉不懂戏 给他讲解 鲁之身吟诵的 寄生草的情节 第二 宝差确实怕热 请你注意 宝差怕热 其实是有内外两层含义的 外部看是因为宝差 丰满而怕热 内部看是他本来就有热毒 所以才需要吃冷香丸 因为怕热 所以宝差始终表现出来的就是 对人和对物的冷 第三 这个清虚观的建筑环境很好 不但凉快 两边还有楼房 所以贾府可以包场搞活动 确保完全没有外人 凤姐接着说 自己已经跟王夫人说了 不管别人去不去 自己肯定去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实在是太闷了 家里看戏呢 自己又看得不舒服 为什么不舒服呢 因为家里的活动 他必须要伺候贾母和王夫人 贾母听了笑着说 既然是这样 自己也要去 凤姐就说 贾母去当然好 只是自己又享受不了了 贾母很体谅凤姐 就说到那个时候 自己在正面楼上 凤姐可以在旁边的楼上 不用按照规矩 在自己身边伺候 这样好不好 凤姐笑着说 这就是贾母疼自己了 贾母又接着劝说宝钗 让宝钗和薛姨妈也一起去 免得总在家里睡觉 老杨提醒你注意 书里这个时候 已经是农历五月了 对应公历就是七月左右 天气已经非常热了 所以叫长天老日 也就是白天的时间比较长 这种时候 很多人都躲在家里 不出门 所以贾母才说 不要总在家里睡觉 而紧接着的下面几回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家午睡的场景 既然贾母这么说了 宝钗也没办法再推辞 只能答应着 贾母就专门派人 去请薛姨妈 通知王夫人 带所有姐妹去 王夫人一面是因为身体不适 一面还担心 元春派人来 早就说不去了 现在因为贾母这么说 看到贾母高兴 就派人去通知了大官员里的所有人 说只要愿意逛 就可以跟着贾母一起去看戏 因为那个时候的丫鬟 其实都是奴隶 完全没有人身自由 几乎没有出门的机会 所以现在听说 有这个机会都要去逛 哪怕是自己的主人不想去 他们也要劝说了去 因此呢 包括李婉等都说要去 贾母喜欢热闹 听了就非常高兴 并且派人提前去清虚馆 打扫安排 到了五月初一这一天 容国府门前到处都是车辆和人群 贾府下面干活的人 听到是元春组织的祭拜活动 贾母也要去上乡祈福 而且这个时候 正处于端阳节的范围内 因此这次活动就调动了各种物资 不同于平时的活动 等贾母等人从容国府出来 就分别上轿上车 贾母是一乘八台大轿 李婉 凤姐 薛姨妈 是每人一乘四人轿 宝柴和黛玉是一辆车 贾府三春是另一辆车 后面跟着一大堆的丫头 这里出现的是至今最全的丫头名单 当然这并不是所有丫头 而是相对等级较高的 有头脸的丫头 跟27回的情况一样 这里还说 奶妈抱着大姐 带着乔姐在另一辆车 应该是作者曾经写过凤姐有两个女儿 后面又调整为一个了 除了丫头之外 还有一大堆的老嬷嬷和家人媳妇子 这个家人媳妇子 就是指周瑞家的这种男仆的老婆 所有这些人 站满了整条宁容街 之前在讲习人跟宝玉花节雨的时候 老杨提过八台大轿的问题 按清代的标准来看 只有高级官员和出嫁才能做八台大轿 因此当前这种场景 贾母是不能做八台大轿的 这里之所以这么写 其实也正说明了 这是小说 不是正史 作者在故意模糊时代背景 因为今天参加活动的人很多 贾母等人的轿子已经走出很远了 这边门前的人还没上车呢 一大堆女人在一起吵吵闹闹 周瑞家的实在看不过去 就去提醒丫头们注意言行举止 不要让人笑话 这一行人的最前面打着直视 也就是我们常在戏曲电视剧里看到的 回避附近的那种牌子 而这个时候 开路的直视已经到了清虚冠了 宝玉是骑马的 走在贾母的轿子前面 街上的人都在两边让路 到了清虚冠门口 里面的钟鼓都敲响迎接贾府的人 道观的负责人张法官 拿着箱穿着法衣 带领着道士们在路边迎接 这里的名称 法官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法官 而是指做宗教法事的负责人 既然是道观 所以这个张法官就是后面说的张道士 贾母的轿子刚到山门以内 因为她看到前面有一堆神像 所以就让下人停下了轿子 贾母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她尊重宗教信仰 她并不因为自己的身份尊贵 就蔑视神佛 下轿走路才是符合礼数的 贾贞带领贾府子弟上来迎接 凤姐知道鸳鸯和其他丫头还在后面 就自己下轿赶上来搀扶贾母 就在这个时候 碰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 在各处捡腊花 这个捡腊花 就是捡掉过长的蜡烛心 因为作为蜡烛心的这根棉线 如果太长的话 就会影响火焰的燃烧 还可能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这个小道士 没来及在贾府人群到来之前就躲出去 现在想偷偷地从道观出来 没想到一头就撞在凤姐怀里了 凤姐随手就是一个耳光打过去 把小道士打了一个惊斗 也就是说 打得摔倒在地下滚了一圈 你看看凤姐有多厉害 小道士之所以要出来 是因为按照之前的安排 在贾府的一大堆女眷到来之前 道观是要清场的 凤姐只是打人还不够 还要骂那个小道士 说对方是野牛操的 这句话其实很粗俗 因为小道士冲撞了自己 凤姐就骂小孩的父母是野牛 小道士从地上爬起来还想跑 正碰上宝钗等人下车 一大堆的婆娘媳妇 围得根本没有出路 看到小道士呢 都喊着要抓住打 贾母听到了声音 赶快问是怎么回事 贾珍就从人群中出来打听 凤姐掺着贾母说了情况 贾母盲说快带小道士来见他 别吓到了小孩 还说小家庭养的小孩是娇生惯养 没见过这个大阵仗 如果吓到了很可怜 父母也会心疼 说着呢就叫贾珍去带孩子来 贾珍只好拉来了小道士 这时候这个小孩 一只手里还拿着剪刀 跪在地下哆嗦 贾母让贾珍拉起小孩 让小孩别怕 并询问对方的岁数 可是这个小孩吓得已经完全说不出话了 贾母觉得孩子很可怜 就吩咐贾珍带他下去 还特别叮嘱给点钱 让别人不要为难他 贾珍答应了顶着人下去 给了对方几百钱 小道士就被家人领走了 上面的这段小插曲 有三点需要注意 第一 凤姐的凶悍 凤姐是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的 因为她觉着自己站在理上 早就通知了要清场 没有清干净 这就是错 有错就应该罚 凤姐的心理是完全没有人情的成分的 如果套用先情思想 这其实就是法家的管理思路 而这也正是凤姐一贯的做事风格 第二 贾母的慈悲 贾母了解到情况后 第一时间不是考虑对错 而是考虑人情 还考虑这只是个孩子 考虑她如果被吓到很可怜 这其实是儒家的核心思想 人的体现 这一回的回目是 想服人 服身还倒服 就是在说 贾母处处都是在给自己积攒福气 也正是因为贾母对人都以人相待 所以全书中贾母是性格最完美 也最有福气的一个人 第三 这个孩子的年龄 这个小道士是十二三岁 其实也就是跟宝玉同龄 宝玉是贵族公子 小道士是平民 不同的家庭背景 其实形成了一定的对比 谁才是贾母口中的娇生惯养 这其实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贾真安排好小道士 就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找管家 在小私们一起帮着喊人之后 林之孝一边整理帽子 一边跑到了贾真的面前 请你注意这个凤姐嘴里的天龙地雅的小红爸爸 贾真说 虽然清虚观的面积够大 但是没想到来了这么多人 他让林之孝把用得到的人安排到一个院子里 用不到的人安排到另一个院子 同时呢 多挑几个小12 这个小12就是小4的意思 安排在二门和两边的脚门上 随时准备着要东西和传话 贾真还说 因为今天小姐和奶奶们都来了 要确保一个闲人都不能到这里 林之孝呢 只回答了小德和几个世子 然后贾真就让林之孝走了 87版的电视剧 在这里加了林之孝和小红的戏 原著中是没有的 接着贾真又问贾荣在哪里 刚问了一声 贾荣就从钟楼里跑出来了 贾真批评贾荣 说自己都没说热 对方倒跑去晨凉了 就命家人给贾荣吐口水 小四们知道贾真的脾气 不敢不听贾真的话 就有一个小四上去吐了口水 还按照贾真的要求 质问贾荣怎么能去乘凉呢 贾荣只能恭敬地垂首站立 一声都不敢说 旁边的贾云 贾琴 贾平 听到就慌了 玉子辈的贾黄 贾琼也慌了 都赶快溜走了 等把贾荣羞辱够了之后 贾真才说了 要找贾荣的目的 那就是让他回宁国府 把游氏和贾荣 现在的老婆叫来 让他们去伺候 贾母和家里的一堆姑娘 贾荣跑出来 一边叫马 一边抱怨贾真早不安排 到这个时候 才找机会批评自己 这里的寻衬 就是找机会责备的意思 贾荣作为公子哥 不敢跟父亲顶撞 但他身上的气 还是要转移的 他就骂小四拉不来马 同时他还在想 是不是可以直接派下人跑一趟 自己就不去了 但是他又怕 后面贾真知道自己偷懒 最终还是骑马去了 贾真为什么要对贾荣 这么刻薄呢 老杨认为 这并不是贾真的 一时兴起乱发脾气 他这个行为 其实跟之前 凤姐在宁国府打迟到的下人 是一个套路 那就是借机立威 上百号人在清虚冠活动三天 这是一个大活动 如果一开始 不定岗定责 强化纪律 那么就很难做到不出差错 贾真在这个活动的开始 故意因为一个小问题 当着下人的面处理贾荣 这不但会让贾家的子弟们 注意言行 更能警示 所有下人安分守己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红楼梦》 是一本集中描写女性优点的书 所以作者呢 对书中的男性 尤其是贾府内部的男性 是刻意弱化的 从文字辈的假设 假正 到玉字辈的假真 假脸 所有人展现出来的 都是负面的特征 几乎看不到一点优点 之前在讲 《袁春醒亲》的时候 老杨就提过 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 建成大官员这样的巨大工程 足以说明 贾府男性的管理能力 但是作者呢 偏偏不写这些 与之类似 在写秦可卿葬礼的时候 也不写假真是怎么应付 外面的王公贵族的 只写凤姐在内部的管理 反过来 作者怎么写这些男性呢 他写假设假脸的好色 写假真的乱伦 写假正的迂腐 直接给我们传递的就是 这些男人都没用 不得不说 从写作的角度来说 只有这样才能主次分明 突出本书的主旨 但是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说 性格作风跟做事能力 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一个好色的人可能很有能力 一个迂腐的人也未必不能做事 德才兼备 只是我们理想中的完美人设 可事实上 有德无才 有才无德 才是现实生活的常态 老杨提醒你 尝试同时去发掘 书中每个人物的正面和反面 不但更有利于 我们完整地认识他们 而且也有利于 我们认识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订阅 点赞 收藏 并转发给你的朋友 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红楼梦》 我们下集再见